既恭活佛辞讯,进人道达天道 什么叫么人道? 就是做人的道理 应对进退要有礼貌人与人相处间 对人要恭恭敬敬和和蔼 快快乐乐自然人道好 人道好必可达天道 如果光是口说修天道修人道 但口是心非跟人争权利 争风光于衣食与人诗和 而存有自私的心别人会欢迎你吗? 社会不欢迎你道场也不欢迎你 所以人与人之间要修好人道 人道修得好天道就达到了 希望你们立一个志向消法圣贤先佛 一方面照顾着凡业 一方面兼顾圣业 做一个完美的人 你知道修天道 还是要由这个人道做起 要是人道没有做好就不圆满 你这个人没有做好 那你下次还要再轮回来做人 因为做得不好 所以要继续把他做好 学道是学做人的道理 做人要学圣人之道 既然是人就要把人的本分做好 做人虽然有苦也有困难 但是仍然要做人 人虽然要有自信 但不可自负 傲气不可长低心下气 才是做人的第一要件 你自认为最聪明 但是要知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只有谦卑得受益满则招损 人就是这样子 什么事情都讲求饱和 因刚刚好事中才好 太过于勉强就会自讨苦吃 痛苦就得自己来承担 不要逞强 每件事情都有它是中的程度 如果你超过了受害的是自己 水往低处流流的欲长欲久放为高 水有气得上善落水取其方圆 做人如取其方圆 才和忽中庸之道 才和忽大周天 什么是八德 小体中性里一脸连起 你们都做到了吗 乌鸦有义马有礼 每一种动物都有一种德性那人呢 从天而来带了什么下来 五常之德人毅力之劲 你们都发挥出来了吗 你们常把听来的道理一再地传述 心中却有着好像是 又好像不是的疑惑 这就是语者 今天你把道理融合贯通 融入日常生活中而有所体悟 你讲出来的道才是正确的 人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 要懂得节长补短这并不容易 做任何事要让人容所思值 这学问是很难的 一个人不管身份是高是低 你要融入于社会 要融入于人群 就需要放下身段将过强的自尊心 稍微放低一点才能走入人群 若一意孤行自命清高 到最后将孤独一生 所以一个人要以智慧 来源融你的人际关系 凡事都要留一点点余地给别人 物自满 多留给别人一点点的机会 等于留给自己机会 也等于创造了自己的机会 若是老要求别人达到最高境界 那你是不是也要达到最高境界呢 凡事留给别人一点余地 自己也留一点余地 这样他能通行你也通行 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 万一撞在一起的时候 不知道应该是进呢 还是退呢 或是避开 留个余地 大家都有好处懂不懂 不仅对大家有好处 对自己更是受益良多 我们做任何事 不要只想当一朵红花 有时当绿叶也不错 做人做事要久要长 就得做到 事不要做尽话不可说绝 什么事都不要尽 有时候 肯定他人就是肯定自己 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肯定别人 帮助别人但帮助别人 要有善恶之别 凡事要懂得拿捏 心不要胡思乱想 老实一点还是比较好 憨神憨神憨的人就做神 奸鬼奸鬼奸诈的人就做鬼 人家指着你也不一定是在说你 因为你若没有的话 纵然指着你的鼻头也不是你 问心无愧而已 有人说我是风和尚酒肉和尚 我有没有我自己晓得 我做什么事我自己晓得 难道一定要别人来赞美吗 一定要说你做得很好才是好吗 对得起良心的人 才是真正会做人的人 每一个人都在分辨当中 为歌不得罪人都在做好人 但会做好人的人 不一定能得到佛缘窝 做人如不合乎情理法 那就不像人 如私心作祟阿于谄媚 那何乎利己乏吗 我们不能有求人时 就说他好就恭维他 是你上司就对他好 是你的部署就对他不好 这就是有对待心 为什么会有对待心呢 因为私心所致 天地之力如何和伦常相互贯达呢 阴阳的特性如阳代表 一天表刚强天之德高明 而无所不负贱行不惜大功无私 二父教有威严要负起宽布的责任 三前个性教刚义 如阴亦表 亦以伯伯和谦卑无所不在 无所不包玉女万物 二母教温柔能包容原谅我们 三困个性教柔弱弱 阴与阳是不可分而要相互运行的 自己本身都有个小阴阳小乾坤 要刚柔并济才会调和 前道如果阴质较重 一遇事就会退缩而犹豫不决 反之坤道太刚强不服输 就一折杀别人 所以不论是钱是坤 都应肃其本位而行